我没想到 罗高基姆竟然能这么玩 不懂就问 你是想把那只狗给敲死吗 博主芒果小强一个手工区整合大佬 他取消一些简单的基姆和纸片 就能给纸片人瞬间注入灵魂 而他似乎完全没有创作瓶颈 从20元人物到抖音网红再到网络热港 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做不到的 就比如高质量男性 甜一鸣 后面真的还联动了蓝色切耳系 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看蓝色切耳系也觉得油腻起来 不仅如此 让20元小姐姐跳一顿舞 对博主来说就是更是情而易举的 从来没有想过 纸片人的动作竟然也能这么联合 如果哪一天量产了 就务必通知我一声 你以为博主只能靠齿轮积木让人物动起来吗 那你就太天真了 他甚至能只靠纸摸的裁剪和清洁 就能让纸片人动起来 咱就说这动手能力简直了 最后我只想问一句 还有什么是你做不出来的吗 不能就问 江苏是真的没有夜生活的吗 仅是因为小姐姐到苏州旅游 到那后惊讶地发现 大街上竟然空空荡荡的 见到好多店以后都已经大门紧闭 就见到她很是疑惑 这才不过晚上6点多 难不成江苏晚上还有搞宵禁吗 但是一肚子疑问了小姐姐 又来到苏州的地铁 这下小姐姐是彻底在风中凌乱了 才不过8点钟苏州的地铁里 就已经空空如也了 让小姐姐一度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毕竟凌晨的长沙和重庆 也没有苏州这么冷静 而是车吹马龙人山人海 对此网友们表示真有这么夸张吗 有没有江苏人出来现身说法 这作者也是非常实诚地告诉大家 这全都是真的 因为他们只要超过9点不回家 不管几岁都会被妈妈骂 超过10点的话 就在考虑是不是被卖了 而且这位网友的评论 就非常切合地证实了这一点 还有江苏网友表示 我一直觉得全国都是这样的 夜生活只有在电视里才有 还有小姐姐说 她以前谈了一个江苏的男朋友 她10点就说要睡了 我以为她谈了不止我一个 好的家伙 你男朋友这得多远呢 就是大家讨论了热火朝天的时候 一条极其扎心的评论出现了 虽然江苏没有夜生活 但江苏的高中生有啊 该说我说 损还是你们网友损啊